今天我看看 華航公司要怎麼樣對待這四個人 我們有一千個人站在這裡 如果到时候他们被停飞 他们被公司开除 我们再来包围华航大员好不好 我告诉华航公司 如果把这四个人 乘处停飞开除 我们就不是只来南京东路 我们就要去VOT 看唤桃源机场的交通 好不好 营收获天光 是谁败光光 民航局公布各机场的进出旅客人次 从2009年的金融排泄以来 已经大幅成长29% 华航在今年的整体营收 更是高达1497亿 是历史清高 仅次于2015-2010年 两岸时号太空的1513亿 另外占航空公司成本最高的油价 在今年也大幅降低50%以上 今年的获利可期 我们的油航 唐龙航空直接宣布结构性调薪 百分之二十 在今年华航跟工会的年终奖金协商会议上 公司却为我们宣称获利不如预期 只发给员工两万块的年终奖金 现场各位媒体朋友或许会有疑问 为什么跟公司对媒体说的四万五不一样 我来跟各位媒体朋友做一下解释 两万五差别是在于 其中一万五是由我们的直伏会来提供 直伏会是什么性质呢 大家都知道 它是由人工跟公司共同提拨金钱的一个独立性单位 这算公司给的钱吗 不是 另外一万块的是春节礼金是每一年都固定发放的 这可以算进我年终奖金里面吗 不是 唐龙公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员工 那么机师工会他们机师负责非常安全 工服员负责旅客逃生 机务人员负责维修以及保养 员工的身心健康有关非常安全 然而 黄昂却透过缺额派遣超时工作 压缺休息以及请假补班 让人在疲惫的状态下继续执行 光超时以及请假补班的工作这一项 黄昂却已经被桃园市政府罚款 罚款上百万 即便厚厚的一点 比劳金罚还厚 但是公司罚不怕 因为一个月就是来公司劳检一次提罚 一个提罹而已 提罚30万 二银近年发生多期离奇的风难意外 航空从业人员的疲劳管理 和劳动条件更显然重要 非常安全关乎乘客性命 这不光是劳动剥削的一笔 更是公共一笔 华航择无常待 其实华航是属于全民的基础 那我们身份代表国家航空的重头 所以我们的经营官应该受到政府的重视 那我们的领导阶层呢 他违背着国家的拖空 把华航带入我们现在的这种囧状 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 都应该要很顺重的考虑 我们领导阶层的位置 我们希望我们有更新的领导 能够以不同的思考楼势来带我们改造我们目前的困境 让我们更多的营收 更好的营运状况 那我们员工呢 绝对不会做是华航的竞争力 然后转送在错误的经营者的手中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一个温和的开关 那我想在座 我真的不敢讲我们是少数 真的是 我们的领导阶层的人 对我们有意义的人 是非常的少数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团结的力量 就表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不是少数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公司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能央永续经营 那同时更是跟消防部讲就是 我们消防部如果继续的做事这种情依 我们员工会扩大 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直到华航真正的革新 能够走到更稳健 更真正的永续经营 其实说不会怕是变人 可是今天看到这么多人说 我们站在一起 谢谢大家的勇气 黄航企业工会总会 日前发了一份声明 他们说这一场活动 是少数人 少数人不满意的结果 大家看看 除了坚守工作岗和同仁们 今天现场还有多少人 这样叫少数吗 同仁 你说他们该不该回省 可以 其实我们今天也发了邀请行 给我们企业总工会 可是他们 我感到非常遺憾 他們把我們的邀請盤退回來 目前為止我也沒有看到董會派人過來指導這場活動 我們認為華航企業工會已經嚴重脫離現實 完全漠視基層會員的心聲 今天來的這麼多我們親愛的同事們 就是對公司的經營現況還有勞動條件不滿意的最佳證明 我們贊重的呼籲華航企業總工會 請你們不要害怕資方給你們的壓力 請你們不要辜負 請你們重視我們的名義 請你們真正與基層會員站在一起 大家一起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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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唱的路上 大家一起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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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雷也很痛 等它睡越痛 年终是会呼吸的痛 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让我没转回头 红叶加班也痛 却冤家客满醉重 怎么可以把我们的福利军 一万五当作是年终奖军 对不对 这个放到国际上是个笑话 放到台湾 这个是企业之耻 对不对 所以我与众心堂讲 虽然我们华航 从刚刚讲红颜班机的问题 一路抗争到现在 我好像没有看到企业 特别是华航高层 释出善意 甚至坐下来 坐到楼下跟我们站在一起 拎拎我们的心声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法的问题上面 福利金绝对不能当作年终奖军 而且福利金是我们每个月 被扣的一个基金 这是我们的钱 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收回这个 企业支持的年终假奖金 对 尤其航空业 没日没夜的飞 红颜班机也好 超时加班也好 一直我认为在劳动的法规里面 是走漏洞 关法律的边缘 所以 84条之一 现在各行政 地方主管机关 都想办法能够降低他的 时速的上限 最近劳动部也口口声声说他要修法 要修降低工时 要由大家士林工时 但是他的加班上限又调到60小时 这种修法的方式我觉得还是为了企业 为了他们排班的好处 这样的修法我想不只是工会的团体 我想桃园也好 新北市也好 台北市 各个地方的劳动部署管机关 都会对修法表示不同意 这是我们该要为大家走的第一关 事实上我想不是这样 但是 华航空会有没有看到 今天站出来的人 才是让他可以重启谈判的筹码 对不对 不要把我们当作是不同的一种力量 如果今天法律上只有他有权利去谈判 请他看到 坐在这里 冷受寒风 吃着空空的尾牙宴的这些朋友 才是他要展开跟企业同期谈判 如果他没有办法启动 就只有靠在座的各位 还有我们各地支持着社运的力量 我想我今天是下班后来关切 我们刚刚也跟桃园开局长 还有刚刚谢局长也来 如果需要联合的劳检计查 我们就一起来行动好不好 谢谢大家 民生国民官 是谁败光光 是谁败光光 没人来负责 没人来负责 不可欣承判 不可欣承判 营收败光光 民生败光光 是不可欣承判 不可欣承判 好 请不吝点赞